妈!妈!妈!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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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在病床上痛苦大叫的孩子名叫康康 全身60%的皮肤严重受损 口腔和喉咙长满溃疡 皮肤脆弱的一撮一捧 就会轻易破掉 医生怀疑是重症多形性 angles初性红斑 这是一种罕见的重度皮肤黏膜微重症 发病原因不明 死亡率高达25% 听到这妈妈沉默一会儿突然问道 小孩子能不能治好 医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他所做的只有尽力 因为血浆里面 有引起疾病急剧进展的物质 要想活命 就只有全身换血 将全血引出体外 分离出血浆成分后舍弃 并注入新鲜血浆 以清除之病物质 这个过程最少要重复三次 而外部的护理上药也不能耽误 可每一次换药 都会带来急剧的疼痛 不行你要多睁开眼睛 因为连眼角默也出现了溃疆 康康连睁眼都做不到 为了治疗 医生只能强行按住康康的脑袋 给他上药 但这个过程又导致不分皮肤脱落 入院第四天 在医生全力救治下 康康的情况逐渐稳定 为避免失明 康康必须主动睁开眼睛 为此医生特地让家属进去探望 听到妈妈和奶奶的声音 康康努力睁开双眼 仅仅一条疯 他就好干了所有力气 入院第七天 三次血浆治患成功完成 皮肤情况开始逐渐好转 入院12天 已经能够自主进食了 双眼也恢复了健康 未来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坐下